上一次2018年选举当中 柯文哲的金流大概有分三块 第一块就是收入 第一块就是他带出来的房贷 2000万 他是2018年6月23号去带的 2000万 这个你确定你有跟他去 对我当时有跟他去银行 所以亲眼看到他盖那个张 带来2000万 所以他当时在选举真的拿房子的抵押去 去贷款2000万出来 再来第二个就是选举补助款 选举补助款那一定是选后才领得到 选后是2018年12月的时候 他才会有所谓的1742万元的进账 一张30元 对那再来第三个金流来源是政治现金 政治现金是4405万 上面这边有写到 就是他的所谓的捐款的收入 政治现金有4000多万 那4000多万这个不能乱用 各位 因为现在看起来他们很多民众党的支持者 是把所有事情都打混算在一起 他把这些支出都加总在一起 可是政治现金你不能拿到私人的口袋里面 政治现金你不能拿去还房贷 所以这有趣的点就来了 我要跟大家讲 柯文哲确实有用这笔房贷 去支出选务支出 也就是说一开始 我们还没有收政治现金的过程当中 大家知道说选举的团队 那个时候要布建 一开始当然都需要有一些支出 那那个时候还没有捐款收入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用柯文哲所贷的这个房贷 去做支出 所以这一笔房贷2000万 就我所知 其实到最后都已经花光了 2018年当时 他是第二天要选市长的时候 对吧 是那个时间点 那笔房贷的2000万应该都花光了 所以我的算法是怎么算 我的算法是这2000万 应该把他直接算在负债 就负2000万 因为他已经用光了 那家总他 所以他唯一能够去还房贷的这个钱 只能用选举补助款 你不能用政治现金 所以你只能用1742万 这个选举补助款 再加上你可能 之前你有提拨 所谓的200万的这个保证金 所以家总起来 你还要自己倒贴58万 所以为什么我昨天会说 他其实要倒贴58万 他之前2018年受访 他也不否认这件事情 他当时也说 他要倒贴58万的这个亏损 可是陈佩奇的说法 是说他赚了多少 200多吗 他赚了228万 陈佩奇的算法是这样 他很显然没有把这个房贷的钱算进去 因为他以为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因为那个时间点 大家仔细看 其实柯文哲他自己 他自己在这个 所谓的107年的这个财产申报 107年的财产申报里面 有三笔共2000万的贷款 那就是他当时选举贷出来的那个贷款 就是你刚刚说的房贷 总共三笔加总起来是2000万 那他在2020年 等于说监察院重新申报的过程当中 这三笔不见了 这三笔贷款还清了 他还在特别在那个备注栏那边加注说 他是用什么去还的 选举补助款入账后 以付清2000万元借贷债务 用选举补助款一票30元 去付当时用房子抵押的2000万的债务 没错 还清了 还清了 那有多吗 有多吗 还清了 亏啊 亏损 因为选举补助款 他只拿到1742万 亏了300多 所以其实应该 凭两千亿就是亏300多 但是我们把那个保证金也算进去 我们也算保证金算进去 算原本你的钱 反正你还要自己要倒贴58万 去填补你这个亏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